大家好,我是阿宾 现在我们来修个电饭帽 就是这个 你别看它用了几十年了 但它的质量非常的好 这个电饭帽估计买了有30年左右了 到现在这个外观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破损的地方 你看 这边 都是一个铝合金材料的 这个外圈 应该是一个不锈钢的 这里是开关 这有两个挡位 还有个自动挡 这里写了一个电饭帽 这个牌子是个华生牌的 上海这边的 客户说买过来这么长时间了 只修过一次 感觉这个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不舍得扔掉 叫我给他吸收看 客户说现在这个电饭帽不通电了 现在我们擦电试一下 你们看 这边指示灯也不亮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拆看一下 像以前的家电 质量的确是好 特别的耐用 而且有的人用习惯了 时间长了 也不舍得扔啊 像我以前家电也有这种电饭帽 用到后来这个电饭帽没坏 不过里面的锅都变形了 打开过后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这个白色的就像卫生纸一样的 这个是个保温的 你们看 这个问题啊比较简单了 看到吧 就是这边一个220的线 断掉了 断了一根 看到没有 原来这个硬是接到这边来的 这个线啊 接到这里来的 其实这里面的内部柜道也非常的简单 这里是个温控 这边是个开关 这边是加热式的线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线接起来看看 基本上也就这个原因 你们看这个线时间长了 都会像这样 发印 看到吧 这里还有线头 说明上次人家修过的 可能是这个螺丝 拧不动划牙了 拧不上去了 然后直接接上去的吧 我们来拧拧看这个能不能拧的动 的确是划牙了 的确是划牙了 好了 我们也这样吧 我们也直接把这个线给它接起来 这边线头也有点氧瓦了 把它剪掉 套一个保护管上去 这个管可以预防高温 可以保护这个线 不容易受损 然后把这几根线全部接好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线这边加点东西 其实它这个线的断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说一拉 所以说这个线 就断掉了 它时间长了老化 这边动一动 就容易断 所以说 最根本的原因 要把这边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不然下次 还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把这个线 给它拿出来一点 我们就用它铜丝 给它绑在这边 好了 你们看 现在就捞了啊 看到吗 给它顶住 不让它给它拉过来 这种线就不容易坏了 对吧 现在我们坐上去 简单的试一下 插电 你们看 现在就可以了 这边是高 低档 关 没问题啊 这旁边也热了 可以 你们看 这个电脑用了这么多点了 什么零件也没坏 就是线断了 不得不恢复以前的质量啊 真不错 好 等会把后面几个螺丝给它粘上去 这个地方啊 就搞定了